我現在打算把這一個程式的聚集展開 所以我先把它程式打開 然後我已經切到剛剛那個資料夾 我用1參數把macro.c展開 輸出到macro1.c 這邊我們就會看到有一個macro1.c跑出來 它的結果是這個樣子 GCC還會幫你加一些註解 這是註解 這個是它真正展開的內容 從這裡變成這個樣子 你可以看到關鍵是這一段 本來是max的展開成這樣 本來是min35的展開成這樣 這是聚集展開的一個例子 接下來再來看的是 我們剛剛有定義一個比較複雜的 裡面有ifdef這個東西 那這叫ifdefine 如果它定義了debug的話 那就會展開這一段 否則的話就不會做任何事 那這邊也是如果定義了debug就會展開這一段 否則就不會做任何事 那我這裡好像已經展開過 我先把它拿掉 再來展開一次 macro.debug.c 然後呢 macro.debug1.c 然後呢 ok 1.c 選no.debug1.c 那這時候它會展開一個 macro.debug 但是它是沒有 沒有定義debug的版本 它的程式就很短 只有四行而已 為什麼只有四行呢 因為最後只有這次 因為最後只有這次 那如果呢 我們用 然後d debug 這樣子 那最後呢 我就讓它macro.debug.c 那這樣你會看到這一個 這一個呢 就比較長 它多出了這幾行 ok 那這種已經展開的東西 它其實最後還是可以編譯 比如說我現在用gcc 去做這個macro.debug1.debug.c 然後o o就macro.debug就好了 那它會出現一個執行檔 這裡這個執行檔 那我們可以執行它看看 哦 這這這這 安全也管得太遠了一點 好 ok 好 那沒有錯誤 那 你也 如果你的程式像mass和min 如果寫錯了 你這樣子其實就很容易偵測出錯誤 那一般來講我們在寫程式不可能這麼短 往往你會有幾千行的程式 那這種幾千行的程式 你要除錯就很麻煩 你寫這種除錯的聚集程式 對你來講 在在城市越來越大的時候就會很有幫助 好 那這是我們的聚集使用的範例 那現在就請各位去操作看看 然後 然後了解一下C元裡面的聚集處理器是怎麼運作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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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